经历一元 实质善作为 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 故事 感谢观看 照遍 自月道 浙江渠州人 北宋著名政治家 为政 政治清廉 体恤百姓 为人 律己慎严 淡泊名利 情怀自然 无论在任何地方任职 都彰显了这位官员的 不同寻常 大人 一路上舟车劳顿 您不先歇息一下 这就微服私访吗 我向来不喜官场应酬 留出大号时光 多考察一下民情 才是正经事 是 看来此地虽风土富庶 生活悠闲 但实在是湿热难耐 孩子 你这是 大叔 小女从外地来 待父亲看病 可父亲在半路病逝了 小女要卖身脏腹 孩子 什么卖身不卖身的 你如此孝顺 我定要帮你埋葬好父亲 谢谢好心的大叔 谢谢大叔 真是好人 原来您是知府大人 您是青天大老爷 快起来 孩子 你饿了好几天了吧 快吃饭吧 大人 小女无以回报 愿意一身为奴为毙 事后大人 好孩子 别这样说话 孩子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小女来自岭南 岭南 大人 岭南可是全国最南端之地 正是 此地已经地处南端 颇为湿热 岭南更加蒸热湿域 胀气湿毒 大人 小女的爹正是受不了岭南的胀气 才得病过世的 爹被派去岭南做官 当地还有很多体弱的官员 都是这样死的 你爹是做官的 被何人指派的 小女子那时年幼 不是很清楚 孩子 你小小的年纪只身一人 背着父亲要去何地啊 小女的家乡在北方 爹临终前的最大遗愿 就是能安葬家乡 落叶归根 小女不能治好爹的病 已经不下了 所以 所以你一定要把先父送到家乡 对不对啊 小女誓死也要完成爹的心愿 誓死者如誓生 忠叔 请立即给这孩子父亲背官 是 谢大人 是诸父如是父 况且为官要当为民做主啊 快起来吧 不 大人 小女三生有幸 遇到您这样的亲官 小女后院还有一个不请之请 请求大人帮助 请讲 小女在岭南还有一个要好的伙伴 比小女年幼却已经成了孤儿了 孤儿 她的父亲也是官员和小女的遭遇相仿 我答应过一定要救她出来 要是失信的话 小女愧对先父的教诲 更愧对对伙伴的情谊 好 本官定会把她接出来 但是本官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很多官员都死在刃上 那他们的家小 他们的家小很多都贫病交加 有的过世 很多还在苦苦地挣扎 回乡无望 无人问惊吗 是的 大人 大人 本官已经决定不仅要救出你的伙伴 所有殉职官员的家小 本官 大人 本官一并救出 护送他们回乡 小女愿意带路 将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都救出后 再送父回乡 我想 先父一定不会责怪女儿的 小小年纪如此深明大义 本官一定会帮你看好你父亲的遗体 大人 您要三思 大人 您一定也注意到了 那女孩说到其父 被何人指败到岭南时的表情了 尽人皆知 凡是被派到岭南做官的人 多是得罪了 忠叔 我知道 那您打九他们不就等于自断一生仕途 说不定请恕老仆晦气 也许连性命也会赔上他 好了 此时已到 大人 忠叔 劳烦背水 我要沐浴 更衣 我 苍天在上 宋人赵月道 于六月十五日骇时警告苍天 大人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上 还做着莫名其妙的事 这么多年了 天天骇时如此 风雨不动 也不知道地在念些什么 众叔 请把岭南地区的地图送到房中 大人 对老仆来说 良主难得 对百姓来说 清官难得 我不能眼看着您往火坑里跳 百姓也不能失去您这样一位赵青天 忠叔 我既是一方父母官 我不往火坑里跳 百姓就都得掉到火坑了 是啊 可是 忠叔 我没有告诉过您 其实 我每天骇时 都是在告天 告天 连万岁都对天敬畏 对上天说话 可不是儿戏 我每天都向上天汇报 自己当日的言行 围观代表的是朝廷 不是个人 处处要信于人 信于己 上对朝廷 下对百姓 都要诚信负责 以这种方式 我可以深刻检点 反省自己的功与过 月到今日 他就一脉身脏腹的女孩 并答应救出其伙伴 及所有被困家小 而朝廷 命沉淫危全崖 营救的后果 恐覆水难收 但围观 为的是百姓 赵某不会计算 或惶恐于个人名利的得失 承诺已出 苍天明鉴 谁呀 知府赵大人来访 刚才已通知过 对不起 现在我们已有重大任务在身 暂不营业 岂有此理 这是官办造船厂 没有官府通告 怎能私自停业 你家大人是新来的吧 告诉他 我们只听京城陈大人 陈大人 果然是陈大人 作为当朝权臣 权请朝野 却不思造福百姓 谈宁无道 贤有大臣敢仗义直言 孩子 你父亲可是 实不相瞒 小女父亲就是前任御史 果然是忠臣之后 大人 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几年前 文明全国的陈香案 父亲作为御史 弹劾以前谋死的陈大人失败 便被他流放到了里南 本官早已猜到 你一直不敢提及的这个人 便是陈大人 陈大人连皇上都敬三分 小女怕给大人带来麻烦 所以 大人对不起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他总有一天 会有他自己应有的归宿 大人 民间船厂场场主带到 县本官需要造客船供一百艘 谢大人 草民一定率领全场船供 竭尽全力 保质保量 按时交工 造船的同时 照遍卸下文书 告知岭南各地官员 他会派船 去接殉职官员家小回家乡 大家无不感激他 感激朝铁 但当第一批船造好后 却正值当地大汉 汉灾突降 江中礁石裸露 根本无法下船 正书 正书 岭南 岭南又有若干官员病逝 又多了一批孤苦无一的家小 大人 若干 苍天啊 赵便无能 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 常言道 信用之落地 如境之破 不能再缘 赵便每天告天 却仍对百姓言而无信 让朝廷蒙羞 也失序于自己的良心 大人千万不要如此自责 天灾人祸身不由己 赵便对不起百姓的苦苦期盼 对不起朝廷的信任 您不常说人有善愿 天必从之吗 好事多磨 您要对自己有信心 忠叔 您说得对 事无盲 盲多措 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了呢 今后老仆一定全力支持您 再也不阻拦了 冷静下来的赵便 从此彻夜研究 以往改建航道的方法 终于找到了破石古法 即以聚火 燃烧礁石 再以冷水破礁 正热皱冷 巨石分裂 水路畅通了 救援船队终于向岭南开进 谢谢大人 小你终于可以实现对伙伴的信义了 一路小心 本官也终于可以实现对百姓的信义 大人 连日操劳 今晚虽无月光 吹吹江风也很惬意 大人 大人您看 好像有船下水 是啊 但是奇怪 为何非要在无月之夜开船 而且不点雨火 看形状 极像是官家造的船 不错 必是官船 啊 陈大人 陈大人 不错 那种毕严蹊跷 一些时日后 令南传来佳音 大批被困家小 被陆续送回家乡 但令赵变陷入忧愁的事 船上竟是大批孤儿 大人 他们都没有父母了 孩子们 莫怕 本官会即刻把消息发到全国各地 让家乡的亲人来接你们回家 妹妹 姐姐在这儿呢 妹妹 姐姐 大人 这就是小女的伙伴 可她 她已经梦芒了 本官会好好照顾她 请大夫替她治病会治好的 别着急 妹妹 这就是赵大人 快磕头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快起来吧 大部分孤儿被亲人领回了 余下的孩子留在府中 他亲自抚养 孩子们放心 本官会把承诺坚持到底 失去了亲人 本官来照顾你们 百姓们被感动了 纷纷前来领养 大人 小女想带着妹妹一起回家 照顾她 我俩曾经一结金蓝 发誓永远不分开 好 孩子 本官一直想和你说一句话 孩子 你不愧为名门之后身名大义 信义如山 本官佩服 大人 您对小女的恩情犹如再生父母 没有您 小女早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大人 等我回去安葬父亲 并享养完家乡的长辈后 晚辈定当回来报答一大人 等等 孩子 怎么了 大人 小女夫人想起一事 在到达岭南的时候 曾看见几艘不大的船 往更南的方向开去了 几艘不大的船 向岭南更南的方向开去了 岭南更南 大人 再见 再见 孩子 保重 常来信 岭南更南 都走了 都有了各自的归宿 大人 吃点茶点吧 大人 这一系列事情总算解决了 可您看上去 为何还有些放不下呢 众叔 您说事情都圆满解决了吗 可我怎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众叔 老婆明白 林南更南 报告大人 陈大人来 还说下月便会从京城到这里来拜会大人 拜会 大人 老夫 向您现在需要这个 众叔 我昨天晚上告天的时候思考的也正是此事啊 大人 老夫看过 比岭南更南的地方 琉球 这么说 那晚陈大人的船很可能是开往琉球了 几年前的陈香案 女孩做御使的父亲 正是因为发现了陈大人以权谋私大量贩卖陈香才造本弹劾他 哦 这陈香属皇上爱妃及权贵阶级最高档的奢侈品 极为稀有价格也极为昂贵 贩卖陈香可是暴利啊 我国就不产陈香都是从南方诸国运进的 可是女孩竟在岭南看见了陈大人的船队 如果越过边境去南国的话不该去岭南路线呀 那么他只有可能去琉球 也就是说琉球和陈香也一定有关联 忠叔明早被传 去琉球 陈大人位高权重 而我却官微言轻 还不如当初女孩的父亲无异于以卵击石 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点点搜集证据 是大人 忠叔 咱们再好好地商量商量 这也许就是那最后一件未完成的事 唯有这样才能将岭南官员和家小的祸患彻底拔出 经石地案发 赵便终于了解到琉球也在生产陈香 几年后 赵便被升任为御石 大人 皇上还没有任何回话吗 大人 这已经是第十七本了 履行信仪还需计算次数 臣照遍奏文弹劾二人 一 众臣陈大人欺君网民 贪卓不公 专务产约陛下左右 二 本人照遍犯有诬陷罪 这最后一本震惊了皇帝 陈大人被彻职查办 从此照遍铁面御石地称谓 名扬天下 藏天在上 照遍经过几年的努力 使岭南韩渊官员及无辜家小 重回家乡 信仪终于圆满完成了 后来照遍一生皆奉行此举 终老不屑 政绩非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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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